Hello,大家好,我是玉婷 这是我的古琴笔记 那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弹琴的坐姿 还有如果手指僵硬的时候要怎么办 放松的一些通则等等的 那今天要更集中右手的部分 来分享一些我常常看到的 还有自己在初学的时候经历过的右手常见的问题 那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右手弹波琴弦的地方 是在一挥的附近 通常我是会弹一挥右侧这一排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要在这边弹呢 其实道理也非常的简单 听听看就知道了 刚才就可以很明显听出来 如果你太靠近月山这一侧 就会觉得音非常的扁而且弦很硬 那如果是太左边又觉得弦太松了声音也比较松垮 所以一挥附近一挥右侧就是它的松紧度 还有声音的音质最刚好的地方 所以通常我们会在一挥的右侧这边去拨弦 但其实这个也不是绝对哦 有时候如果你因为音色上的需要 有时候想要让它硬一点 我也会比较靠右边 想要让它松一点 比如说有一个执法叫做如一 那我在学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 如一这个执法就可以在比较靠四挥的地方 让它两个声音松紧度比较和谐 所以也不是绝对 但是大部分我们都是在一挥的右侧来弹琴 第二个初学的人最常看到的问题就是 手会乱跳会变这样拨 不知道你初学的时候是不是也遇过呢 好 我们弹琴的时候尽量呢 都是会搭在弦上 应该说是你的移动路径会碰到弦 我们的手指就会直接放在上面 不是拨一条就再放回去 因为我们通常弹琴的时候要看左手边 比较常看左边 所以你的右手如果每弹一条 就会往上跳或是离开的时候 你要放回去就很容易放错根 就变成说又要回来看 那你就会看到弹琴的这个人 一直左右摇头晃脑晃不停很忙 所以通常我们尤其像是入弦的几个指法 移动路径上会碰到琴弦就会搭着 大部分是这样子 那除非是初弦 比如说T是往斜上方出去 J也是初弦往斜上方 或者是脱破的破 它也是往内侧斜上方 就不需要刻意靠着琴弦 所以以自然为准 你的移动路径上会碰到下一条弦 就好好的搭着 不要乱跳 第三个刚才是乱跳 第三个容易出现的错误就是 往下拨变成这样 这是错误示范哦 有没有 我每弹一个就会碰到下面这个地方 这个也是错误的 因为我们弹琴的时候是希望琴弦左右震动嘛 那你往下拨的时候 它就很容易上下震动 加上左手的一些按弦的指法 的话 比较容易会出现一些杂音 所以拨弦的时候是往内拨 不要往下按 不要往下摸 如果你的琴的右侧 常常会出现你自己的指纹 就要小心了 代表你可能就是经常性的去往下拨弦 所以往内 不要往下 第四个就讲到前面应该已经有提过的放松的部分 首先是手腕 手腕如果你往上掉 可以明显的看到你手指能够移动的幅度就会变得很小 那当然视觉上也会不好看 所以手腕重心放下来 不需要很刻意往下拨 但是一定是放松 重心下沉 至少让它平的 这样子你手指移动的幅度就可以比较大 比较好控制 手腕的部分 掌心也是一样 手掌心我们在平常放松的时候 这个地方都是往内凹的 这一排关节也不会是故意僵硬 所以 我们在弹琴的时候也是一样 掌心往内凹放松 如果是僵硬的话 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形状 你在用力的时候很明显就被卡住了 你的力气都卡在中间这一块 没办法很好的拨弦 所以手掌心放松 它会有一个凹进去的空间 再来是关节 除了刚才说的这一排关节之外 手指的关节也是 这个地方不能够刻意用力 这个也是错误失败 所以其实很多都是连带的 放松其实都是连带的 关节的部分也是 所以你可以观察你自己在弹的时候 手的形状 手腕不要抬高 掌心不能撑扁 撑扁的话 自然而然你就整只手掌 整只手都非常僵硬 关节不要刻意凹折 不要刻意凹折 放松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 应该是很多人可能不会特别注意的 就是骨口 骨口这一块 如果不放松很多人会夹着弹 这里会变成夹着弹 那你会看到如果这个地方夹着 连带你这边附近的关节 其实都会变得比较僵硬 整个手心也比较容易 看起来像鸡爪 所以这个地方让它松开 不一定要撑开 但是一定要放松 以上就是整理的右手常见的问题 包括为什么我们要在一挥的右侧弹琴 还有乱跳或者是太往下 还有手腕掌心关节骨口等等的放松 注意事项 希望有帮助到初学的同学们